营交集全株有毒 释出的花粉会引起人体过敏 皮肤炎 鼻炎等 进行包出时 部落族人特别穿着长袖衣物 戴手套跟口罩 做好防护 避免过敏 营交集原产中南美洲 属外来入侵植物 开花外观像满天心 幼苗又像艾草不易辨识 主要生长在地海拔 跟滨海堆栖农地 草生地 田根等 因为环境适应性强 生长迅速 已经危害台湾本土 原生植物生存的空间 跟自然生态体系 同时威胁人体健康 那我们后来就上网去查说 既然是世界级的毒草 开花的时候 吸入的时候 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肺 然后它甚至会有 遗传上的病变 那因为它生长速度很快 生长力很快 所以繁殖力就很强 位在大港口部落 秀库兰系出海口的 一处八角亭周边 今年初不断长出营交集 近期更是陆细开花 今明担心毒草被害人体 希望长草出根 过路长者表示 过去并未见过这种植物 所以目前没有阿民族的名称 而法处的营交集 主任表示 干燥后将一桶焚烧 避免威胁自然生态 跟居民健康 岩石新闻法处人 八点封兵采访报道